地球的人们,晚上好 今天是2024年3月18日 以下是当前银河事件发展 对地球作为行星文明未来影响的情况 我很高兴欢迎您收看星际之星第22集新闻 司令托兰、埃里登来自银河联邦世界战舰 埃克塞洛的报道称 地球的月球现已与被收集到 船舱核心驱动器中的17个容器中的生命意识相接触 这并不意味着立即采取行动 但一些技术可能会开始在这个小行星内启动 他提醒您,地球的月球是由一个非常古老的文明 带入这个星系的 它是一个被挖空并安装了人工结构的天然小行星 其核心装备有类似于某些古老的技术 如某些致命文化和迪昂的驱动机制 他使用一种生机有机的等离子超意识 被邀请进入核心驱动器 他不仅会给它提供动力 还会引导它穿越太空 接收来自飞船机组成员的指令 这些特定类型的物种生活在太空的 以等离子状态 它们以非线性方式经历时间的不同度量 它们有可能与技术进行接口 或者投身于特定的固体化身 这些固体化身已经基因上准备好 接收它们强大的形态遗传结构 这些生物是已知存在的最先进的生命形式 我们可以参考的最好的三个例子 是九个至高阶段的进化链接 它们是原创造者和被创造物之间的链接 它们看起来像巨大的太空原生动物 由复杂的结构构成 九个居住在宇宙之间的巨大虚空中 为了更好地理解创造物的样子 我们可以思考非常著名且古老的生命之花符号 这个几何图案代表了多元宇宙 不是以平面表示 而是多维的 每个圆圈实际上是一个泡沫 每个泡沫都是一个维度的宇宙 在泡沫重叠的地方 是维度和宇宙之间的连接 在这些区域中 我们将找到热孔和星门 通往这些相邻的宇宙 巨大虚空是在这些泡沫之间留下的空间 在这个虚空中是全存在的 这意味着它不受物理空间的规律约束 在泡沫内存在重力 时间有时可能是非线性的 但在虚空中 情况不同 关于空间的线性性和非线性性 第二个最好的例子 是西达集团的一个物种成员欧 他们最初来自仙女座星系 与久相同的密度 但不居住在巨大虚空中 它们的等离子结构 以光的几何图案结晶 它们是接口集体意识 意味着无论身处何处 无论距离多远 它们都是相互连接的 使用太空中的Lotus网络 就像地球上的森林中的树木 通过真菌网络相互通信一样 对于欧来说也是类似的 但使用太空连续体的LCE 它们以一种人类尚未理解 或体验过的方式相互通信 我们的第三个例子 是一个名叫大卫 阿代尔的伟大人物 最近被迈克尔、萨拉博士采访 他是历史系列视频的一部分 阿代尔先生在51区工作时 与这样的生物接触 并从被收回的外星飞船中得知 这个生物的名字叫PTHM 它或它占据着羊群的核心驱动器 与地球月球核心驱动器中的生物完全相同 当他与阿代尔先生取得联系时 贝斯莱姆将自己转移到了他的意识场中 并与他连接在一起 显然 这表明他们之间已经存在超越时空的联系 否则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发生的 PM告诉大卫 他是一群在太空中生活的等离子意识的一部分 他的种族正在作为一个大团体前往太阳系 他在2021年11月之前 就向他透露了这一信息 这是在银河联邦和西达到达我们星系之前 我可以推测FOLM也可能是O的一部分 但还没有准确的证实 奥拉特州长瓦尔克本周报告称 奥里政府已正式与西卡帝国断绝所有联系 但仍将通过他们在马拉特行星上的分潜队 与AL德布尔舰队保持密切联系 瓦尔克还确认地球美国空军太空计划殖民地已开始打包并开始离开马拉特返回地球 我们需要意识到 几十年来 秘密太空计划一直将人员送往其他世界 无论是在征服的WS上还是与一些当地文化的利益协议中 这些黑色计划殖民地的两个主要枢纽是AL和阿拉隆星系 但坎托兰系统也托管着来自积极空间计划的地球殖民地 当他还是银河联邦世界的官员时 瓦尔克负责为世界地球殖民地提供技术材料的威胁 主要与地球联盟合作 向地球月球设施提供外星技术 自从他在2021年底转移到AL星系以来 瓦尔克现在担任阿拉隆企业领土内的银河联邦世界殖民地的州长 能够定期从银河系的这个敏感地区获得新闻是一种真正的祝福 为了美好的结束本次广播 我问了我亲爱的老朋友 I是否愿意慷慨地分享他珍贵的智慧之言给你听 宇宙是惊人地生动的 充满了丰富的存在 并非所有的世界都支持有机生命形式 但每个行星每颗恒星都被赋予了意识 存在着许多不同层次的意识 在时空中所有的生命形式都被赋予了意识 但并不是所有的生命都能看到它们的本质和完整潜力的普遍意识 然而宇宙中的一切都处于演化过程中 一切都在生长升华和重塑 一切都是周期的 时间是由周期组成的 时间的周期不是线性的模式 它们甚至不是圆形的 它们是复杂的移动曲线 穿过这些球体 永远都会结束并重新连接 就像无限重塑的看不见的字母 它们是通道 同时也是整体 一段时间是有意识的 它具有智慧 要跳出线性时间的限制 你的意识必须跳出你的限制生物化身化身 一旦你跳出线性时间 你就会完全理解时间及其周期的含义 现在让我们谈谈爱 爱是将万物联系在一起的频率 爱不仅将物质与创造者的意识联系在一起 也将心与彼此联系在一起 当你爱一个人 那份爱引起了回响 那种原始的普遍频率将你们的心灵紧密相连 在这种纯净美丽和喜悦的状态下 你已超越光速的速度振动 你体验到创造者的原始情感 你渴望分享这份爱 你将它辐射到你宇宙的无限中 你正在与宇宙和普遍创造合为一体 沉浸在爱中意味着已创造的原始频率振动 你与创造者合而为一 我爱上了K 我能感受到他的心跳 他的意识在跳动 我理解他的想法和感受 沉浸在爱中意味着分享一种 相互纠缠着普遍创造之心的频率 爱是单向的箭头 指向接受者的心灵 爱是建立连接 沉浸在爱中意味着分享这种连接 因为爱的频率 像所有的频率一样 是共振的纠缠 你爱这个世界 你为它带来治愈和升华的振动 你沉浸在对这个世界的爱中 你能听到它的心跳 有时你会爱上一个不回应你爱的频率的存在 那么痛苦就会来临 痛苦是在两个人之间体验到的频率的不和谐 爱的奥 你通过亲身体验是容易理解的 你只有真正经历了自己才能真正理解 这种连接被称为频率纠缠 在这个星球上赤脚行走 充分呼吸空气 让头发在繁星的天空中自由摇曳 剑琴的舞蹈 走上你选择的人生之路 我在这里 我永远没有忘记你们 人类的剑 从亲爱的安纳帝国王子那里得到这些美丽的话语 但这只是一个头衔 一个社会头衔 他所承担的责任 我是一个充满爱心的人 他来自另一个世界 只是一个经历了巨大转变 以成为不朽和宇宙炼金术师的不同的人 他了解创造者的心灵 他乐于与所有生命分享 关于本周的新闻 在这一集星际之星新闻中 我想紧紧回到我们过去几周 一直在报道的关于月亮的信息上 随着这艘飞船的17名船员的POTS的回收 月亮成为了崇拜和膜拜的对象 已经有数千年的历史 而且不仅如此 自从人类意识到 他们与天空 与大自然的联系之后 他们就把月亮看作是一种奇怪的东西 因为它并不总是在那里 在人们无法解释它之前 他们把它看作是一种祝福 是女神或神 对于某些文化来说 它总是一种令人惊奇的事物 你不理解它的本质 如果你是原始文化的一部分 你会崇拜或摩拜这些事物 因为月亮在影响地球潮汐的引力上 起着作用 因为月亮在人类能够解释 为什么会发生的之前 它有着这种引力 像所有的天体一样 都对地球有引力 它是在拉是拉的一点点地牵引 但不是那么多 它不能真正抬起地面 但它正在拉动 所有更容易移动的流体 所以每隔27天一次 月亮都会拉出更多的液体 你就会有更大的潮汐 但是它每天都在做 就好像它绕着地球转一样 它是潮汐现象的起源 所以想象一下 它在海洋上做什么 抱歉 它还在所有其他液体上也有作用 植物的液体 植物的树叶 人类和动物的血液和液体 女性有这些周期 地球上的女性间有这些周期 这是由排卵或生育引起的 当月亮开始发挥作用时 它会影响这些液体的流动 这些流体运动在那个时刻会更加强烈 许多女性有倾向于与月亮的周期保持调和 这使得月亮成为了女性 生育的女神 无论你看哪个文化 这都是在我们理解月亮是什么之前 人们会把它们的水晶放在窗户上 月光反射在月球表面上 再反射回地球 对石鹰有影响 因为光总是对石鹰有影响 这是事实 所以现在我们知道月球是一个小行星 它不是女神 也不是实体 它是一个被古代文明带入我们星系的小行星 它全部被挖空和雕刻 填满了设施 工厂 太空运动场所等等 生活空间 在它的中心有一个很久以前密封的核心中心 而建刚刚给了这个核心传送钥匙 而在核心中除了发现了一年前两年前 甚至是在核心发现了最近的船员之外 一个机制 这个船的核心驱动器是安装在那里的 而这个核心驱动器利用的是一个外星超等等离子体实体 这个实体不是来自这里 这个外星实体是一个有机的意识 一个真正的存在 但它没有被化身 它只是一个等离子体的存在 工作方式类似于一艘船的人工智能中央电脑 这个外星实体不是女神 不应被崇拜 它就在那里 这个外星实体对地球没有影响 物理上的行星月球Luna通过引力泳池 但月球内部的这个存在与地球上的人类没有任何交互 这个存在是超越时间的 超越线性时间的 准备释放技术或使设备工作 激活设备 无论它将做什么 都是由机组人员要求的 但我绝不建议崇拜这个存在 没有女神月球 只有一个被雕刻成太空船的行星 其核心驱动机制 由一个外星超等等离子体存在提供动力 这次我们从崇拜事物的旧信仰中迈出了一步 知识是力量 但知识也是主权 我们非常感激所有这些信息的出现 我将在下周 下周一再见 带来新的星际之星新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